接下來我們將邀請三位老師 各別分享他們使用軍醫的經驗 他們如何將軍醫導入課堂 又有什麼樣的新發現呢 首先我們歡迎屏東縣涉皮國小的陳奕軒老師 那奕軒老師曾經擔任莫若薰老師 擁有豐富的課中、課後和課商學的經驗 相信老師們能夠分享中獲得滿滿的收穫 借各位老師的雙手再次掌聲歡迎奕軒老師 各位老師好 然後我是奕軒 然後站在這裡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場面這樣 然後我想跟大家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我還沒有考上真實老師 我還在增長 然後我是104級畢業 就是第三年開始算了 就是每次我說我是104級畢業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會開始算說 那我現在幾歲這樣 然後我剛開始畢業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實習完 然後我覺得我對行政還滿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跑去 補救教學中心就是做了行政的工作 那因為這一份工作我到就是各個學校去看 然後跟不管是跟縣府 或者是跟就是國教署那邊的合作 然後我發現就是教育其實比我想像中的大很多 然後跟在學校學的也完全不太一樣這樣 然後在因緣際會之下就是認識了軍儀 那時候軍儀進到屏東來 然後跟屏東的教育處的長官有一些合作 所以就因為這樣然後認識了軍儀 然後也帶起我跟軍儀的就是緣分 然後在之後我們到宜蘭去參訪 然後去看更多軍儀的現場 可以怎麼使用可以怎麼做 那回來之後其實就勾起了我 就是其實我還是很想教學 我還是很想要不只就是不甘心只做行政 所以我就有了很多想法 那剛好也有機會 所以我就又脫離了行政 然後又走到教學現場來 那在做教學的時候 就是在常識軍儀一開始 回來之後就馬上想做了 然後做了之後就發現 越來越多疑惑然後擔心 然後有一些不確定 但是這些不確定這些擔心 在我參加個人化學習論壇之後 就有了一些新的體驗跟想法 然後那些體驗跟想法就留在最後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我的第一堂課 一開始我在做軍儀的時候 我很擔心的事情 第一個軍儀到底好不好上手 雖然我們去到宜蘭參訪然後老師們介紹 但是心裡還是會有疑惑 就是軍儀到底好不好上手 對我來說好上手嗎 對學生來說很容易接觸嗎 然後用電腦會不會很多誘因 然後平時的紀錄我要怎麼做呈現 那軍儀真的對學生有幫助嗎 那這些種種的疑惑跟擔心 但是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不願意你會有100種藉口 但是如果你想做的話 你會找到一個理由 所以我就決定就直接做了 然後我在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先從科技化評量系統 找到學生的測驗結果報告 然後連接到 因為我在做的是課中補救 也就是說學生平常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我做課中的抽離 然後還是有進度要好 所以我在科技化評量系統的 測驗結果報告裡面 結合到就是他們現在進度的部分 我想知道我能做的有哪些 就是當我們在進行單元教學的時候 他們的先備或者是在結果報告裡面 呈現有哪些地方是他們比較弱的 所以我就先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表 來提醒我自己 我可以怎麼再做更多一點 好 那第一堂課我就先跟學生說 因為他們就是原本都說在教室裡面聽講 然後現在就被我叫出來 就是我們到電腦教室上課 然後我就說 數學課寫考卷你們喜歡嗎 當然是回答不喜歡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那用電腦好不好 每個小孩都跟我說當然好 然後我就說那你想寫考卷還是想要用電腦 每個小孩當然說老師我要用電腦 再加上我的學校電腦就是可以吹冷氣 所以我就說你們想要在教室裡面 寫考卷上數學 還是想要到電腦教室吹冷氣 用電腦學數學 就是毫無疑問的小孩子都說 我要吹冷氣 我要用電腦 當然那個學數學就沒有講到 但沒關係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那我滿足你們現在的需求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先不要那麼討厭數學 因為會被我抽離出來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就是不就在測驗不合格 就是很弱很弱的小朋友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先不討厭數學 我們慢慢來 然後我就開始簡單的介紹 G1的操作 真的很簡單 好 再來第一個圖片 是我希望孩子跟我做一個約定 就是因為他們剛認識我 我也剛認識他們 那用新的教學模式來教學 其實我也擔心 那我相信孩子也擔心 其實他們說不出來 所以我希望就是跟他們先做個約定 想像一下他們喜歡上什麼樣子的課程 然後那時候的表情 然後再來中間是我 每一堂課我都會做簡單的記錄 就是每一節下課 那因為課很多 所以我幾乎沒有下課時間 每次下課就要趕快把他記下來 因為我常常覺得就是比較笨的人 多做一點努力就是會有幫助 所以我就每一節課 我都會做簡單的記錄 包含就是學生我上課之後 他們的反應 然後他們的一些 可能在做G1的時候 不會的地方 是不是我講得不夠清楚 我都會簡單做記錄 那右邊這張圖是學生的記錄 因為我希望就是他們在寫紙本 很多就是考卷 我就是寫了這麼多 可是在做G1其實沒有這樣子的記錄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所以我就想要把他們的記錄 就是抓下來 所以我大概一個月就會幫孩子做一張解錄 就是我會幫他們的學習檔案裡面 讓孩子可以看到 那也讓別人可以看到 因為顏色越多就代表你做得越多 那其實有些小朋友很喜歡就是看別人的 就是老師他們顏色懂得這麼漂亮 我說你多做一點就可以這麼漂亮 好 那我的課堂組成元素 主要我的G1的習提部分 我把它分成很多 有等級升級累積前測後測資組卷 這些都是我平常用在我的課堂上的 那影片的部分學習單 然後還有我的進度要跑 所以我還是有一些講述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檢討、病證 然後錯誤題跟小跑 這些很多都會遇 就是我的課中輔助我都在用 然後不同的組合方式 所以那節課的感覺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學生每次來上課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好像那麼一成無辨 我的孩子很弱 他們沒有辦法看影片 就可以乖乖的坐在那邊學 我覺得這樣子的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是其實老師如果遇到這樣的孩子的幸福 就是學生可以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很認真的看影片 然後把它重點寫下來 或許是我還沒有學會怎麼樣訓練他們 我也還在努力 但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影片的部分 我會搭配WSQ 然後讓他們去做練習 那我覺得從GD的題目轉化成紙本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考試 傳統考試我們還是以紙本會有助 但是如果孩子就是都在電腦上會用軍醫學 跟他在紙本上面寫的感覺 如果沒有做一個連結的話 是我覺得就效果沒那麼好 會有這樣子的感觸是因為我之前帶 我曾經帶過國中的古舊教學 就是棒球隊 你知道棒球 真的棒球隊不是假的 就是真的在大太陽底下打完棒球 然後回來上數學課這樣 然後一開始在帶他們的時候 有一點辛苦 因為他們都放棄數學很久了 然後在帶到後來的時候 他們在做軍醫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他們很認真 眼神散發出一種 就是你不能去打擾他的感覺 專心在思考 但是當他們回到班上 在寫考卷的時候 一看到考卷一發下來 那幾個孩子就瞬間趴下來了 我就問他們 我說為什麼你們在做軍醫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算 那為什麼一看到考卷你就要趴下來 他們回答是 考卷上門他們都不會 我說你有看過題目嗎 他說不就那些嗎 我說你再看看題目 因為孩子會覺得軍醫上面的題目 不會出現在考卷上 所以考卷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就是一種 長期的習得無助感累積下來 他就是無慧的挫折 所以最後我發現 這樣子的轉換 其實對我來說很重要 也對孩子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軍醫習題的東西 就是截圖 然後貼到word檔上面 然後讓他們做聯繫 然後試圖讓他們連結 就是其實軍醫的題目 在考卷上也看得到 所以後來有改善 但我覺得我還在努力 好 那我的教室就是 這是他們平常上課的樣子 有我的影片用公播 或者是自己看影片自己寫 但自己看影片自己寫 我用的次數 我還在努力當中 我們都從公播開始 公播先播一次 然後OK了 我們再回到電腦前面 我再把那一張發下去 然後讓他們再看影片 再寫一次 這是我第一開始嘗試的作法 然後後來先讓他們練習知道 這一張可以怎麼寫 所以公播然後再自組 然後最後就可以有幾個孩子 可以慢慢的自己看學習單 自己完成 然後這是他們做軍醫的畫面 那因為我的學生很少 所以除了用就是軍醫的題目以外 有一些部分還是有讓他們就是上台練習啊 然後自己學習等等 那這是我就是最一開始的想像 就是我希望他們每一次上 每一個月可能就是都畫一些 他們對軍醫課堂的一些想法這樣 但我發現我想太多了 因為我 我就只有數學課抽離出來上數學 所以我也不是導師 然後我很難去追他們這樣畫畫的作業 所以我就做了一次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次 也讓我就是重新再思考 就是他們覺得學軍醫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對 這是我原本的想像 就是上面是他們的就是一個月學習的紀錄 然後下面是他們畫畫的作品 當我發現不是導師就是能夠追的那個 能量有限啦 對 所以這是他們的作品 我就放他們的那個資料獎裡面 然後最後學期末 我們跟軍醫合作所以有那個回饋單 然後這個是孩子們他們寫在下面的話 那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老師 就是縱使每次被他們氣得要死或者是什麼 但我看到這些就覺得我好像又很喜歡 就是更喜歡教學這件事情 他說我覺得給軍醫老師教課 然後考得很好 進步很多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我看到的是 他覺得數學很好玩 因為第一堂課我問他們說 覺得數學好玩的巨獸 沒有半個孩子眼睛敢看我 就是這種逃避這樣 沒有半個孩子眼睛敢看我 但是在最後的回饋 他寫到他覺得數學很好玩 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那再來就是有小孩說他覺得 他的小考又就是很高分 然後他說他不喜歡上數學 但是他喜歡做軍醫的任務 然後其實我沒有告訴他 我說放在心裡 我說孩子其實你做軍醫的任務 不就是在做數學嗎 但是對孩子們來說 這樣子的數學跟軍醫的數學好像不一樣 但是對我來說本質上我都覺得 其實就是一種數學的練習 那再來他說他也覺得上軍醫數學很好玩 然後上軍醫之後 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歡上數學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從不喜歡數學到非常非常非常喜歡數學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在個人化學習論壇裡面 得到了一些反饋 因為我之前在用軍醫一開始到宜蘭 就是看參訪回來 然後我就馬上開始做 做了之後就一直在想 天啊我都還沒考上老師 然後現在軍醫做的就是這麼厲害 說他是一個小老師 然後可以幫孩子就是學習 然後那我要怎麼辦 我都還沒考上我會不會被淘汰 但是參加了那一場個人化學習論壇之後 我發現這個給我打了一擊搶心針 他說老師是不會被取代的 因為軍醫是電腦 但是其實老師才是可以在孩子身邊 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你可以給孩子鼓勵 可以給孩子溫暖 那我覺得老師的一句你表現得很棒 其實是孩子就是繼續往下做很大的一個動力 然後再來他說科技的運用 是讓老師做有更多的時間去做自己擅長的事情 老師不是只會改作業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一些科技的輔助的話 有沒有很多作業我們要去做批改啊 可是你做批改的那些時間 那孩子要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用軍醫最大的好處就是 他已經及時回饋給孩子了 你要做的是什麼 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孩子不會的地方 然後給予綁助 這才是我們自己 才是老師很擅長做的事情 再來同一間教室 同時有不同的學習在進行 因為每一個人的學習速度都不太一樣 每一個孩子在做的任務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那孩子每天都在被實驗 因為我之前的那個計畫 它是一個實驗計畫 他說就是透過這個實驗計畫 想看孩子的成效嘛 那我就很擔心說天啊 我會不會讓這個實驗計畫失敗 然後就覺得很有壓力 但是我後來想 其實每一個老師的教學的出發點 都是為了孩子好 雖然說是實驗 但是本持著初心為了孩子好的教學 我相信這樣子的教學就會失敗 那其他老師怎麼說呢 我的班上的老師 我覺得這個例子讓我印象很深刻 本來有一個孩子 他是資源辦的孩子 然後數學國語都不好 然後一來上課 第一節課就趴在桌子上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小孩喔 他上了一年他六年級 然後六年級要畢業的時候 因為他是資源辦的孩子 課教老師都會問他問導師說 他的數學考卷要不要做就是修改 把他可能改得簡單一點 可能選擇題三 四選一變三選一等等 但這個老師直接告訴課教老師 跟他的導師說 不用我數學超好的 我其實不知道他哪來的 你知道這麼自信 因為我平常都跟他說 你看你數學很棒啊 你很厲害啊 那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我這些話 所以就會他就非常的有自信 他從一開始就是都趴在桌子上 到後來他到處去跟別人講 尤其是老師到處去跟老師說 老師我數學超好的 不用改 我就考一般的考卷 那雖然考卷的成績 也不是說真的很厲害那一種 但至少他已經不是就是後段班 他至少已經就是他自己覺得 他比以前的自己更厲害了 所以他才有自信講出說 老師我數學超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二三年級的小孩 很可愛 然後我覺得他已經把軍醫所有的任務 因為第一年級的任務比較少 他已經把那個任務全部都做到金手了 他一直一直每一節下課都來跟我說 老師我想學習還要上軍醫 但就是我就是不能 因為他已經進步了 那其實因為我們的課中抽離其實是希望幫助 就是後面的孩子 那他真的已經進步 他已經考到他最後一次斷考 數學已經考到98分了 他說老師我下學他上課 我說要問主任 就是我還是 但是這樣子的熱情 其實讓我覺得我存在更有意義 然後他有一個老師跟我說 這個孩子也是特教資源版的孩子 他就說這個孩子數學帶起來了 怎麼好像連帶著國語也進步了 就是一種學習的動機的改變 就會連帶的影響到他的其他課目 然後這個是一個老師給我的回饋 因為那個小孩是新的 那個小孩是就是原本 因為一個新的計畫要進行 我們要給家長同意書 看小孩願不願意就是進到這裡來嗎 那一開始可能有一些家長會有一些疑慮 到後來這個家長是主動告訴導師說 我的孩子上學期有問但是我沒有參加 那下學期我可不可以讓我的孩子加入 那我想就是有做出一點什麼來 讓家長感受到 所以老師就就是因為他也是 確實是需要幫助的孩子 所以我們就讓他進來 他就說他從來沒有看到他在上完數學課之後 會露出這樣子的表情 那我想這不能說是我的功勞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均衣有讓他 有不一樣學數學的感覺 那回到第一堂課我剛剛講的擔憂 均衣好上手嗎? 其實真的不要低估學生摸索電腦的能力 他們真的很厲害 我其實真的沒什麼教二、三年級 教比較多一點點 高年值只給他贊號密碼登入就開始了 然後用密碼會不會很多誘因 其實在我自己的經驗 真的要相信均衣的即時回饋 跟闖關的聖經會讓學生欲罷不能 人家說正常化教學時間到就要下課 校長巡堂過來想說 為什麼我的教師還有學生走進來說 醫學老師還沒下課嗎? 我就說校長我已經下課了 孩子就馬上跟校長說 校長我們要把這裡算完 我不想下課 這裡要算完 然後我就說 不是我不讓他們下課的 是他們說他不要算完數學 那他平時的紀錄就是 簡單的統計的數據、截圖等等都可以 那最後一個 居然真的對學生有幫助嗎? 看到這個臉就知道 就是均衣其實是一個新的 讓孩子燃起學習動機的一個媒介 那我覺得如果好好的利用的話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可能 那教師可以有很多相信、勇氣、放手 那就會有很不一樣的改變 好,這是我的班級 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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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